只观其气象 便知人涵养之深浅 曾国藩一生吃过五次大亏 视为五欠 其中最惨的一次 当属第五欠 江西之困 那年他被派去江西打太平军 急于求胜的心态 让他队上多有委屈求全之资 队下又多有傲慢无礼之态 结果仗还没打 就被朝堂上下挤兑罢官回乡 他闭门思过 虎毒点击 终于有了一番顿武 三年后在出山时 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再唯唯怒怒 亦不再满面冷军 而是圆容中不乏伶俐 沈闻中不失进取 通身套出的强大气场 令众人刮目相看 也助他顺利开局 经此一见 曾国藩感慨地说 一国有一国之气 一家有一家之气 一身有一身之气 元气者 生气也 能养生气 则日趋于圣意 让自己气场强大起来 才能得到这人间的善待 一 慢 出世贵熟思还处 柳宗元在众树锅 陀陀传中 写过一个众树高手 这人深谙众树妙法 众树的树 乌不知凡夜茂 高耸露云 而他的种植方式也很简单 不过是遵循自然规律 令其慢慢发芽 缓缓生长 柳宗元遗书遇人 无非是想警醒世人 凡事 欲速则不打 曾国藩年轻时 盼着一名惊人 过急的进取心 却令他处处碰壁 而等他慢下来 招准自己的节奏 才渐渐打通了命运的人督二脉 他慢读书 一句不通 不看下去 今日不通 明日再读 他慢做事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群居守口 独居守心 他慢行军 扎硬债 打呆仗 修剪固城池 花千里沟壑 曾国藩沉稳心神 用慢功夫 软刀细磨出不焦躁的性情 扶酒者 非必高 缓而图之 定能成事 不疾不虚 终得圆满 恰如曾国藩所言 出世贵熟死缓处 熟死则得其情 缓处则得其大 把步子放缓 才能把路走宽 快慢相宜 方能涵养出从容之姿 二 稳 沉稳从容 可当大事 作为乡军首领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激战 长达十年之久 在围攻天津的决战中 众将都盼着速战速决 尤其是李鸿征 制定了分兵速进的战略 曾国藩却坚决反对速战 转而提出了铁桶合围之策 他调动大量兵力 围着城东 北 西三面 挖长豪两道 内豪用以围困城内的天平军 卫豪用以堵截太平军的援军 两豪之间 还修建了上百座扎实稳辜的银类 众人不解 明明可以一举功课 何必如此大费周折 曾国藩解释道 太平军擅长野战和肉搏 而这次决战 更是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 若盲目进攻 乡军胜算并不大 最稳妥的做法 就是以为代工 持久作战 他始终坚信 打仗和做事一样 务必先求稳当 刺求变化 最终 曾国藩为了天平军两年 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他不止一次叮嘱万倍 不慌不忙 从容应对 为处事第一法 为人处事 当以求稳靠谱为先 遇事不慌 行动稳当 这种冷静的气势 令人望而生静 三 人 第一贵忍辱奈凡 曾国藩在阅禄书院 读书时 遇到过一个 非常嚣张的同窗 这人仗着家事好 动不动就找人麻烦 一天 他嫌曾国藩挡了他的光 硬逼着曾国藩 把书桌移到角落 曾国藩高中举人后 这人又来找茬 说曾国藩夺了他重举的好风水 当众破口大骂 旁人纷纷为曾国藩打抱不平 反倒是曾国藩 不仅不气恼 还劝着大伙别计较 这一幕 恰巧被院长欧阳坦摘碰见 老先生忍不住大赞曾国藩 气度不凡 吹成大气 行走于是 碰上麻烦事 遇到麻烦人 再正常不过 有人像炮仗一样 一点就炸 全无半点涵养 有人则能忍住脾气 沉稳应对 体现出教养 假议论中有言 君子之所取者远 则必有所待 所救者大 则必有所忍 遇事不急躁 待人多包容 忍人所不能忍 视为君子气度 四 准洞察事情 石破天机 有人问智者 做事如何才能百发百中 不识准透 智者答 听其词 观其事 论万物 别穷词 虽非其事 见微之类 想少走弯路 要有一定的洞察力 能看清万事万物的本质 浮于表面的蛮干 是莽浮所为 能洞察幽微 有地方时 才是睿智的表现 明正德年间 王阳明前往干难剿匪 在此之前 地方官对匪患 要么激活猛攻 要么听之认之 结果都无法根除 王阳明盗人后 没有急于抓盗贼 而是先实地考察 后明察安放 他发现干难地形复杂 勾壳纵横 不适合武装进攻 又探明当地盗贼 多是被科捐杂水逼得 走投无路的百姓 他意识到剿匪之标不治本 要彻底解决问题 要从安抚与教化上着手 于是他贴出告示 承诺盗贼只要改邪归正 可既往不救 不仅能分到良田 也可与香巧就毒 此举一出 不出粤鱼 王阳明就跟除了十几年的匪患 赢得了人心观胜 真正厉害的人 能洞察事情 石破天机 更能身时远劣 出其善变 他们出众的思考力 由内散发出的智慧 令人信服 五 绝 放开手 不沾前顾后 公元249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临政变的前夜 将来长子司马师 次次司马昭 商讨具体事宜 司马懿顾虑重重 司马昭忧心忡忡 唯独司马师志在必行 他告诉父亲 暗中培养的三千死士 朝堂内外的眼线接应 都已安排妥当 只等一声令下 便可以迅雷之势 决取军政大权 最后果然如司马师所料 他们迅速行动 一举成了三国争霸最大的赢将 三年后 司马一撒手人欢 司马师领大将军之嫌 和司马昭一起 出征东吴 司马昭作战时 瞻前顾后 导致守战击败 引来无数谴责 危急关头 又是司马师一马当先 揽下全部罪责 又立马调整战略 率军成功突围 等兄弟俩率军归来 司马昭即便也有风赏 却始终难以扶住 反而是果决的司马师 征成一代王左之才 果决之人 似有锐气傍身 形势短刀直入 绝不拖泥带水 若想做出一番大事 人须修炼雷厉风行的气势 奔造当机立断的本事 六 静 虽万变纷云亦诚然无事 曾国藩刚考中进士纳会 一招得志 不免嚣张跋扈 尤其是在汉林院时 他动不动就发提醒 与人争执 且不论上司同僚 就连投奔他的弟弟曾国权 都受不了齐锅造 愤然回乡 而曾国藩自己 也因内心的浮躁而痛苦不堪 他向老师沃仁求教 沃仁只给他一点建议 在今自上下功夫 沃仁说 心静则体察经 克制一省力 若一向东池西雾 有逆烟而不知 之而无如何折矣 意思是 人先要安静下来 而后方能审时多事 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自此 曾国藩已修静为己要 克制脾气 闭门反思 独处参悟 直到杂念全无 抵达心境 吉儿智慧生的至高境界 阎棱经 恒心若歇 息及菩提 至须及守静赌 断妄念 不为凡俗所扰 不为名利所获 是一个人毕生的修行 有人问曾国藩如何识人 他说 无大 直观其气象 便知涵养深浅 措施不急躁 行动温准很 望之俨然 及之也温 这样的人气场足 能量大 自身修为高深 也亦获得世人静养 点个赞吧 当你修炼出强大的气场 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